朋友们好,今天是2023年1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美东时间小时6点26分,美股已经收盘,我们很快走一下收盘期美股 今年关键的一切是,美股涨跌不一,那么高盛拖累到止收跌,今年高盛出财宝 那么高盛,仓位,收距,透悬机,本能,也就是今年开年的美股反弹最大的推手,实际上是空头的回补 那么今天我们很快地做一个技术分享,也就是财报季节怎么样悬股这个策略,因为现在正好是超级财报周 我们先看这样,摸奔大通,那么上一个礼拜刚警告,将不与科技股主导的逼空 那么本周高盛的收集就显示,美股之所以在2023年开年的两周年涨 那么空头回补是背后的最大的推手,那么空头回补的规模高于过去5年98%的水平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2023年最近的这两周的空头回补规模是非常大的 那么上周高盛追踪了一览之被做空的最大的购物涨幅将近20%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从鼻孔的角度来看,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市场的鼻孔是否已经完成 那么因为被做空的最多的游戏购物,那么起今为止只有小幅的空头回补 就是说,这些差别非常大,有些空头的回补是比较大的 但是大部分或者是有一部分,这个回补的力度不是很大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就是我给大家选的准备预计讲的大11只股票 这11只股票都是成交额度,今天排在售盘的时候排在最前面的几只股票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科技股 那么我们选股的时候,这里有几个要点,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轮动的态势,一般来说你应该是军那些领长的股 应该是指标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也就是那些龙头股所谓的 一般因为跟长的股的幅度都比较小,而且容易回撤这个低点,大家注意 那么第二点,底部成型的涨度且日记数指标在高档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等待压回,寻找技术面其他的切入点 你比如说,如果你是做短线的,那么你的指标应该是用小时线 或者是6,或者是用30分钟,或者更低的去距离你多短就是说 那么第二个,如果说你是做小波段的,那么你可以用日K图日线的那一个 这里头比较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那个震荡指标 比较敏感的,我这个地方,我实际上前一段时间经常给大家怎么样接获这些指标 做股票都有了,大家可以去回忆看 例如说KD指标,RSI指标,这个数都属于震荡性的比较敏感的指标 另外就是趋势性的波段性的走势确定的是MACD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之后的指标 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些指标的一些使用范围 那么我刚才也说过了,实际上这个礼拜,包括下一个礼拜 都是这些,我今天要讲的这些股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 马上都要出财报,所以你没有仓位了 这些科技浓图,你最好再等一等 我相信这里头应该是有爆雷的 你比如说下个礼拜是盘后的这个奈飞 我觉得这个奈飞这一次财宝爆雷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手上一定要捡好现金 这些龙头股一旦爆雷以后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买点 好了,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看一看大盘的情况 那么今天这个大盘,你从分市道上看,像是高开低走 你比如说今天标普收盘的时候下跌0.2% 那么道琼市下跌1.14% 今天这个道琼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主要是由高盛财报拖累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顺便再说一下 赌这个1,2,赌财报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有时候是没有原因的 它就是,哪怕你超过这个预期 财报非常好,它也有可能下跌 我们再看纳斯达克中国指数 今天上的0.14% 我们看下行业热力图 今天基本上是涨跌互线 那么好像跌的要多一点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领长的板块 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马斯克概念股 实际上主要是特斯拉领长今天 另外是BAC这个上市公司 也就是成长性的股票 这就是极光概念,链胶美,新人员车 这就是青人员车 像青人员这种也属于概念股 汽车至少商 我们看一下涨跌分布 就是收盘的时候下跌的股票 一共是5885只 那么上涨的股票5966 所以上涨的股票是多一点点 基本上是比较balance的 今天就是这个股市 好了,我们选几只股票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看一下苹果 那么苹果这一波也是比控行情的安局 它做了一个V型的反转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比控行情 就是说它实际上没有做 直接在那个V型的反转 它目前你从科学形态来看 它正好来了这个长期的趋势线的附近 它没有过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比较大的阻力 我们按照刚才那个说的KDG MACD 你要从KDG来看 它目前已经这个K 已经在这个超买这个区 已经在了87,88左右 那么这个D还差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位置 随时都有可能 如果说形成一个死刹枪 这个地方 它就是拐头往下的 但是从MACD的指标来看 这个已经形成金叉了 在这个临组之下 而且这个柱子的动能 已经是越来越强 这个MACD我们刚刚说 是个趋势指标 也就是趋势目前来看 这个苹果是往上走了 但是你从KDG 从震荡的这个指标来看 它有回调的压力 但是它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动画 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看一下RSI也是个震荡指标 它正好来到50附近 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它是能突破50 那么实际上表示 这一波反弹是比较强势的 我们再看一下一分钟的这个图 那么从一分钟的图上看 我们说有没有买点 我以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 怎么样用一小时的图 然后配上这个RSI指标 来找这个买点 大家看一下 你比如这个苹果 最近这个买点 应该在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地方都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要上车的话 就在这一块 那么在这个地方上车的话 应该就在这一块 实际上目前来看 目前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没有买点的 如果说你在这个或者这儿进场呢 目前你还可以继续持股 就是说它并没有跌破底下这根线 这是个基本的思路 我刚刚说过了 这些股票 这些龙头股 实际上下两个礼拜 这个礼拜下个礼拜都要出财宝 所以你没有仓位 你才等一等 目前你刚刚从一小时突然看 最近都没有买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超微 那么超微今天上的0.83% 它实际上做了一个W底 这是个比较标准的一个W底 它这个第二条腿比第一条腿要高 这是个比较标准的 而且它这个RSI也是 也是很早就 在礼拜二手上 礼拜二手就已经过了这个50 所以它这个反弹也稍微比较强势了 它这个W底我们说有这个趋势 它这个腿不一定做成 大家注意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MACD 跟这个KDG KDG也来了超买区这个震荡指标 我们说到来的这个震荡指标 只是说要引起大家注意 它随时有可能掉头 但是它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动化 MACD 它这个快线已经进去临着了 而且这个柱子的动能在临着之上越来越强 所以你从这个趋势角度来看 它似乎是要回不完这个 这个W底就是说 但是上面的阻力也比较大 我们看一下均线 这个是连线 这个是半连线 这个是季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十天线 这个是五天线 大家看一下 然后你从均线来说 它走势是比较强的 我前面有一个视频讲过 这个五天线跟这个月线形成黄金交叉 就证明就开始一波比较强势的反弹 你再结合那个RSI 它基本上在同一个时期 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MACD跟KDG指标给关掉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五天线跟这个月线形成黄金交叉 基本上就是RSI 图谱这个50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都表明 这一波反弹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强势 上方的阻力 实际上就是这个半年线 跟这个阻力线这一段 也就是74块钱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大的阻力 我们再看一下一小时的图吧 看最近有没有这个进场的机会 实际上大家看 它一直有没有进场机会 你从这个上面看 它最早的比较进场的机会 应该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这一块 所以目前这些股票就是说 实际上尤其这种科技股 它都是慢慢的涨 所以你说RSI这种震荡性的指标上看 你找买点 实际上是很难找的 这种就是说 它这种涨幅稍微大一点 尤其有跳空缺口 这种找这个买点稍微要容易一点 大家注意 我们最后再看一次吧 看一次Amazon 那么Amazon最近这一波涨势 也是比较猛的 大家看一下 Amazon实际上 你可以看在这个矩形增理区 能不能震荡 它在这个底部 然后目前快来到 这个矩形增理区的这个上沿的部分 你从这RSI 它实际上在这个礼拜 就已经突破这个五十 也就是从礼拜一 这个反弹就开始转强了 我们再看下RSI RSI同样的 这个五天线跟这个月线 也基本上就在礼拜一 形成了红金交叉 所以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 看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说这个RSI突破五十 同时这个月线 跟这个五天线 形成了红金交叉 表示这波反弹是非常强 你当天进场 至少可以持五 大概五个交易日至少 就是说应该是可以转一波的 目前来看 它是不是有回调 这个压力是比较大 我们再看这个KT界跟MACD 你从这个Amazon 这个KT界就已经在 历史高位了 已经过了 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高 你从K来看 已经来到了88 你从D这个也来到了80 所以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有往下走的 这个形成10 它这个趋势就是说 你如果有点盘感 或者说对这种股票 实际上今天风高 你就可以先减仓一点 因为目前我刚才说过 这些龙头股 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都是要出财宝 我相信在中间肯得有一些股票 一些大的龙头股要爆雷 那么爆雷的话 实际上都是个比较好的 可能的那个进场点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一小时的图 如果说你想做短线的话 你要看一小时的图 一小时的图 我一般都是 我以前给大家讲的 用RSI 实际上有很多方法找买入点 你可以用30分钟 15分钟 取决于多短的要做 那么我上一次 在视频中给大家介绍 是用RSI那个指标 因为我讲的 目前都是一些龙头股 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股票 所以用这个方法是比较合适的 大家看一下 最近的这个买点 你要是说的话 最早应该在这一块 这一块的买点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波涨幅也是比较大的 目前并没有出现卖点 就是说 但今天已经非常接近于这个卖点了 所以这个Amazon 目前实际上 你从短线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是不适合进场的 应该是卖出你的股票 如果说你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或者甚至在这一块进场的 明天要是继续低开 突破这一根线 你应该是卖出你的股票 做短线来看 你应该是一块 我就能够在家 我现在还没做到 我现在还能够在家 你也能够在家 我现在就能够在家 我现在还要吃 我们就不能够在家